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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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家請合�� 南某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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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大家阿弥陀佛 课本二十九页第四行 讲到对佛法有些理解 但不能引起信心 不过是世间知识与佛法无关 就是佛法当然是从知识中来 但是知识要转成智慧 所以叫做文师修 那么这个智慧要从内智症而有 所以叫做文师修症 必须要是这样才有办法 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 如果只是这些知识 就是我们拥有佛法的知识 但我们身心没有办法受用 或是没有办法确实的遵行理解 实践 那么这些知识其实用处不大 所以这里说到 如果不能引起信心 所谓的信心就是 你确定你应该要这样做 你也确定你只有这样做 你才能够离苦得乐 那你也确定你要怎么做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说信是极重要的 信为能度 自为能度 那么一信起愿 那有愿才有精进 所以这个当一正确理解佛法 这里底下有关乎一个三宝功德 就是要能理解佛法身 那么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佛为什么成佛 他如何成佛 我们要怎么学佛 那这个应该要很清楚 那么身就是佛弟子 亲近佛 亲近佛 而跟着佛学习的人 所以 这个 他说 信极为重要 依正确理解佛法 而来 这个信 依理解佛法而来 所以叫做信解行政 所以与一般神教的信仰不同 一般神教的信仰在养性 佛法的信 从养性而解信 从解信而正信 那么这个是不一样的 你见落体子 问直多长者 这个在杂阿函里面 那是因为有一天 这部经是教 那直多长者有一天要去见佛 但是佛那个时候在打坐 所以他说有时间 那么他就经过那个 尼建落体子的地方 就去找他 因为他听说尼建落体子 有意吸收他为徒弟 要把他转为他的弟子 所以他就去找他 然后他去找他 那么临建落体子 就问他 他说你相信 你相信麒坛 麒坛就是佛陀 你相信麒坛 沙门说的 那么人可以修得 无绝无关上面吗 无绝无关就是无寻无事 那无寻无事就是恶禅以上 就是心没有出息的分别 那么这个尼建落体子认为 一个人不可能心没有分别 那么这个麒坛沙门号称 可以得到无绝无关上面 他认为是不可能 所以这个直斗长者来 他就问他 你认为麒坛沙门 所说可以得无绝无关上面 你认为是可能的吗 那这个直斗的长者 就跟落体子讲 我不以信过来 这个意思就是 我不是因为相信释迦佛 麒坛沙门说的 所以我才来 那这个落体子 这个尼建子 就非常欢喜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这个释迦族里面最聪明的人 这种话 这种话在提伯达多被佛陀说 害佛之后 然后佛说他会下跌 然后佛兰娜也这样跟他讲 佛兰娜说 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 你是 你是释迦族里面 沙门集团里面最聪明的人 想不到你跟他们一起笨 为什么 根本就没有地义 根本就没有果报 因为佛兰娜是 强调没有这种夜报的人 那这个是瞎说的你还信 所以 他就这样讲提伯达多 后来提伯达多受他影响 他也认为应该没有夜报 所以就变成断三根 就断三根 所以 这个 尼建子 就跟这个执陀罗常说 那你真的是释迦族里面 不是释迦族 就是瞿坛沙门里面最聪明的人 你不信 你不信瞿坛沙门 那这个是 这个是对的 那你真是一个聪明的人 那 但是这个执陀长老就怎么讲 那么 这个佛陀 说 佛陀这样说 我就这样修 这样修 我就这样证 那 佛陀说 叫我怎么修 得五绝无关三妹 我就这么修 修了我就得五绝无关三妹 所以我不是因为信释迦佛 就是说 他不是因为 只是他跟释迦佛说 有这件事我就信 而是释迦佛这样说之后 我确实这样去修 也确实得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他说 我不以信 我不只是听人家讲 我不只是因为听你这样讲 我就相信 唯一我的相信释迦佛 不是因为释迦佛说了我就信 而是释迦佛说了 我去做了 我确实如释迦佛所说 所以我的信不单单只是因为知识上的相信 而是他有内自证 就好像我们说 如人饮水 人卵自知 他确实是证得这样的 无绝无关三妹的 这个释多罗长者基本上有二产到三产的公物 那他是正三国的人 他是正三国的人 即使是释迦佛 我们相信也不单单只是因为释迦佛讲了就相信 而是透过释迦佛讲只是文 还要透过诗 还要透过修 然后证 内自证 那你就真的相信了 像舍利佛也是这样 舍利佛 舍利佛也是跟释迦佛说 因为佛说一法 我就知一法 我就知道这个知只是知识上的了解 那么我知一法 我就修一法 修一法 我就断一法 断一法 我就正一法 也是这样 所以我相信这个世间最殊胜的是什么 就是佛 舍利佛也是这么说的 所以说这个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我们相信佛法不单单只是 因为谁说谁说就相信 《杰纳摩经》里面 《葛拉玛经》 又是很多葛拉玛经 不要因为权威就相信 即使这个权威是佛复杀 不是叫你不要相信 不要叫你 是叫你不要只是这样相信 因为文之后还有失修正 不要因为权威就相信 不要因为传统就相信 不要因为合乎逻辑就相信 不要因为合乎你的意愿你就相信 也不要因为你有所感应你就相信 要什么 要你真正明白内自证 我们常常因为这个是哪一个大师说的 这个是谁说的 谁说的 我们不是通通华语不是 但是我们要验证 现在何况现在有很多都号称是佛说的 其实也不是佛说的 跟佛没关系 真的 都号称是密法 那么特别殊胜的法 其实有些跟佛完全没关系 所以你必须要透过验证 先透过 在验证 在修行之前 先听了之后 多听 听了之后 想一想 合不合乎逻辑 有没有道理 因为佛说法 有意有利 他一定有道理 他不会跟你讲 你不要管那么多 你仔细修就好 努力修 最后你就会知道 没有 佛绝对没有这么爽过 佛讲的都是 你听了之后 你要如理思维 听的时候要专心听 想的时候要仔细想 叫做地听地听 善思念之 想清楚 想明白了 那么要怎么样 要如梭修行 独一尽触 专心思维 不放异注 都是这样讲的 他从来没有告诉你 你不要管那么多 这些道理不是你能明白的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佛法 圣圣圣圣圣 你不能明白 你只要照着做就好 做到最后你就知道 绝对没有这么想 绝对没有这么想 他都告诉你要地听地听 善思念之 然后思念清楚了 明白了 那么要怎么样 就是思维 要如理思维 然后要如梭修行 要找一个地方 安静的地方 独一进出 没有干扰的地方 才能专注 独一进出 专精思维 然后再努力 再深入的思考 不放异注 好好的修 就是闻思修 闻了之后 如思我闻之后 要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之后 要专精思维 专精思维之后 要塑塑思维 然后呢 要如梭修行 然后若一日 若二日 若三日 若一年 若二两年 若三年 那就这样 不放异注 其实佛法是这么教的 那我们现在有很多 不管那么多 那么多说是佛说的 其实 其实佛陀告诉你的 一定是 有意有利 有道理的 那我们很多修行 其实是莫名其妙的 没有道理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大家都说这么做 那我们就这么做了 那我相信佛 所以佛叫我做 我就做了 没有错 有时候信心人是这样 但是他绝对有道理 他绝对不会 没有说没有道理 说告诉你这个咒 念了就能往生 为什么 佛说的啊 不用问为什么啊 没有 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 一定要有道理 有意 法具意味 法具意味 所有的法具都有意 有味 同法同具 同意同味 那这个我们要知道 那所以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的修行 都 都只是注重在 专注 那么虔诚 那么精进 有道理没道理 放一遍 那其实不是的 要先明白 这是什么法 为什么要这样修 到底在哪里 那比如说 他叫你观五蕴 无我 为什么要观五蕴 无我 因为 有我 就是生死的真结 所以叫你观五蕴 无我啊 那么 他为什么 告诉你六路处法门 因为贪爱是造业的根本 贪爱从哪里起 从跟尘世和合生起 所以 他要告诉你这一些啊 这个都是道理啊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缘起 因为缘起 就是生命跟身心的分析 那就是你轮回跟烦恼的根源 所以 他要让你明白 这个 这个 为什么会有 是因为这个来 那这个又为什么会有 是因为这个来 叫做有因有缘事件起 叫做持有故彼有 告诉你这一些嘛 那你不明白了 你管他有没有 反正我用功就有 不是的 我修行就有 不是的 外道也修行啊 谁不修行 那用功就有吗 不对 方法不对 不会有 努力就有吗 不对 精进就有吗 不对 不是的 那你要吃不对了 那么你怎么用功都没有 不但没有 可能还会一身伤痕 可能还满身罪业 真的 所以你不了解 闷着眼就修 毛起进来就修 这个是不对的 第一个就是要正确 要正见 没有正见 没有正思维 没有正见正思维 就没有修行 身心的修行 正与正业正命 正经进正念正定 都从正见正思维来 那正见正思维从哪里 从正信三宝中来 就是正讲的 要从正信三宝中来 那么所以这里说到 佛法依正知见 正知正见 而尽求自身修业 自己要有内自正的 不是一般的盲目信仰 所以我常常说 很多佛教徒 迷迷糊糊的修行 颠颠倒倒的修行 烦烦恼恼的修行 那么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修行 都是这样 那有一些感应 有一些感应 就以为 那么这个就是修行 不对啊 真正的修行 不是得到什么 真正的修行 是不执着什么 不是你 是你不执着什么 因为我们最大的 最大的真结 就是我们执着 执着什么呢 执着从内在来讲 执着这个 执着这个身心是我 从外在来讲 执着这个境界是我所 从这里来说 那我们大部分 现在的修行都放在 本来没有的境界 现在有了 哇 见光 见佛 见花 那么身体变好 事业变顺利 那么都变成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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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不是在这里 而是你原来的执着 没有了 它重点在去掉 你原来的执着 原来的烦恼 本来这样会起烦恼的 现在不起烦恼 本来这样有贪的 现在不贪了 本来这样有撑的 这样的境界有撑的 现在不撑了 本来这件事 我很喜欢 我一定要想办法站回其友 现在不会了 本来这个人跟我讲这句话 我一定会反击 一定会反驳 一定会反抗 现在不会了 从这个地方 而不是 我本来没有钱的 现在变得很有钱 我本来没有名的 现在变得很有名 我本来不能见佛的 现在见佛 见光 见花 我本来怎么样的 现在多了什么 不是 是它要去除 因为有因有缘世间级 有无名 有业 有烦恼 货业苦 现在把货去掉 把业去掉 把苦去掉 没有多什么 就是减少你原来的障碍 原来的烦恼而已 所以老子也讲了 损之又损 去掉你原来的烦恼 去掉你本来会造作的业 去掉你 这样才能去掉你的苦 你一定要朝这个目标 就是烦恼的递减 烦恼的递减 执着的 执着的递减 就是越来越不执着 越来越不烦恼 那么你就越来越不痛苦 那你没有 你要获得的更多 这个求完了要求那个 那个求完了要求那个 你永无宁律 因为你不知道 你就觉得 我现在有了这个 我现在还要求什么 还要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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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一直一直在那边境界上 思量 琢磨 不要用什么方法 要念什么 我要做什么 我才能够获得更多 没有 你要得到的一切 你要得到的一切界定位 不过就是为了熄灭 你原本的贪生吃 所以你要从 有贪生吃 有没有熄灭去着索 你的界定位 如果不能够洗除你的贪生吃 你的界定位有什么用 没有用啊 没有用 你的界定位不是佛法的界定位 所以你这个观念要有 那你才有办法在修行上 天天进步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你要常常观察你的身心啊 因为烦恼不在别人身上 烦恼不在境界身上 都在我们自己的心身上 心面对境的时候 没有努力思维 没有冷静思考 没有智慧的观察 那就会起烦恼 烦恼不知道就会相虚 相虚就会形成什么 形成习气 形成怨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推动身口照怨 所以你开始知道了 你慢慢慢慢 你就步入真正的修行 你会发现到 你唯一在意的 不是你增加得到了什么 而是你不再有哪些烦恼 不再有哪些执着 一层一层的 那这里说到 所以要尽求自身修业 所以这个是自己可以知道的 那么 不是一般盲目的信仰 求得情感的满足 我们大部分的修行都是怎么样 都是感情用事 真的 我发现很多人都是感情用事 在法会里面最容易看到 很虔诚很专注 那么有时候拜的热烈盈眶 感动不已 那你感动的是什么 你为什么感动 你感动 你是看到什么 觉得什么 就很庄严啊 那么多人啊 那么庄严那么殊胜啊 这个声音听起来 让人家很感动啊 就这样 感情用事 真的 那么感情用事的东西 很容易都是什么 烦恼相应的 你可能会看到 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你就觉得非果忌果 先是非因忌因 然后又非果忌果 然后就觉得 哇 哎呀 修行殊胜啊 感应啊 很多人念咒 念到有感应啊 真的 以前太虚大师 不是有一个弟子 叫做大勇 大勇的样子 很厉害啊 念大杯咒 念到感应啊 真的可以致病啊 他那个水喔 真的可以致病 然后后来因为太多人 因为民生在外 很多人来求他 但是那一种 大部分都一次好 两次好 后来就不会好 大部分都第一次第二次 那不可能常常这样 那个都是有时候 跟他的散法相应的 那很厉害啊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来 没办法 太多人来求他了 一传十 十传百啊 然后他就跟太虚大师讲 太虚大师也喝着他 说你这样不对啊 不可以啊 后来他没办法 他就 太多人来了嘛 他就用傻的 谁这样用傻的啊 那么底下几万人 几千人 感应啊 哇更轰动了 那个时候是北阳军法的时代 后来这个北阳军法 不知道谁知道了 反正就有人把他抓走了 希望他去帮他们打仗 不知道抓到哪里去 这个太虚大师 这个太虚大师 这个运村导师 不知道在哪一本书里面也有讲到 那这个也有感应 这种感应太多了 外国也有 密法里面最多 其他的 其他的那个宗教里面也有 我们不是 我上次不知道 我有看过一个视频 不是有一个什么 索菲亚的灵感体质的吗 知道吗 有这么一个人 他还有灵感 他说送什么经最有效呢 我就看了一下 他说可兰经最有效 那最怕可兰经 我又看到 那个都不一定 我告诉你 有效没效 第一个要看 看是什么业 那个鬼相应什么 是什么人送 怎么送 他只要是看他的心经 跟他的业 他要看那个鬼 你说可兰经最有效吗 你说玫瑰经有效 你说玫瑰范经有效吗 你说宋地藏经有效吗 你说宋普门评有效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这样讲 我就知道你不懂佛法 宋经有没有效 有没有功德 其实牵涉的因缘 非常复杂 第一个什么叫做功德 什么叫做有效 那么这个先要弄清楚 那你说能不能超度 我就看到他说 因为经过他试验 宋可兰经 鬼最害怕 那要看是哪一个鬼 他真的是害怕 他为什么害怕 那真的是 你宋经的时候 宋可兰经 可兰经 里面的神会出来吗 你宋金刚经 金刚经里面的金刚神 会出来吗 你宋药师经 八大药拆 十二药拆 会出来吗 是这样吗 不是的 类似像这样的观念 这些很多都是他不了解 因为他人都是凭经验 那么凭感情 凭感觉 凭感觉 凭经验 这个没有办法成就 真的 所以要你有定有会就是这样 要你修定的时候就是 你不要依赖你的感觉 这感觉是不可靠 不要因为感觉就相信 不要 那你也不要因为哪一个人是很厉害的 然后你就相信 比如说好 那一个人讲 那个人是权威 那个人是代表通灵界的 我告诉你 另外一个人讲又不一样 真的 那像这种很多人不知道 那有时候修行久了 他会有一些 他会有一些 就是 都是会有一些体验跟感应 会有一些 不要就相信这一些 即使 即使给你看到天人来了 怎么样来了 你都不要执着这一些 你一旦执着了 后面就很麻烦 那么你执着了 那么你就认定这样 那个叫做见 那个叫做见取 那个叫做见取 你就认定这样的观念 认定这样的方法 就是对的 比如说我们做法会的时候 看到有那个鬼来 那领了很多东西走 你就觉得超度有效 你就觉得超度有效 那么 就是真的可以把鬼超度来 前两天还有一个居士来跟我讲 他们有一个 谁 他跟他办超度 然后就看到那个人来 感谢他走了 明天又跟他办 他明天又来 又走了 他就非常相信 那我说既然有效 为什么他明年又来 到底是超度到哪里去 如果有效为什么明年 他就觉得有效 不然他怎么 你看第一年他又来了 第二年又来了 那我说如果超度 超度的意思是什么 超越渡透轨道 先不要讲超越渡透三界 超越渡透轨道 你第一年看他来了 对不对 你跟他办超度了 第二年又来 那是怎样 他被遣送回来 他也不能回答我 对哦 好像 那为什么超度有效 他又什么 他 他为什么又回来 那有些人会说 那第一年没有超度走 所以要再办一年 办到他走为止 那要办到什么时候 那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走 那如果有效第一次就有效了 那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观念 我们觉得超度有效 不然你怎么会参加 不然你怎么会用 一定是有效的嘛 你这样觉得 那你有效 有些都是听人家讲 我看到怎么样 看到怎么样 都是这种感应 可是你没有好好想 那么什么叫做超度 什么叫做超度 超度到哪里去 为什么要超度 要如何超度 是谁需要超度 是谁可以给人家超度 你还好想这个问题哦 第一个什么叫做超度 什么叫做超度 超度是 他没有饭吃 我跟他一个人饭吃 就要超超度嘛 那这也没有意义啊 超越度托嘛 不要说超越 原来真正的超度 阿罕君讲的是 超越度托生死苦海 超越 超越烦恼 才能度脱生死苦阿 那么先不要讲那么高 就让他脱离轨道 因为他的苦就是做鬼在苦嘛 那么你可以让他脱离轨道 先讲超度 一般的超度的概念 好 那么如果这个是超度 那么意思就是 我透过诵经 我透过法会 我可以让这个鬼脱离轨道 好 假设先定义上是这样 好 那谁需要超度 那当然是做鬼才需要超度 他都没有做鬼 你要怎么跟他超度 如果超度的定义是 让痛苦的鬼 鬼道痛苦吗 没有光明吗 常常吃不饱吗 让痛苦的鬼 就好像让生病的病人 可以离开医院一样 获得健康离开医院吗 好 那么如果超度的概念 是这个样子 那么 意思就是 让鬼可以不再做鬼 可以去做人 好 投胎去做人 那这个叫超度来讲 好 那谁需要超度 当然是做鬼才叫超度 好 那我们再来讲 那什么样 什么样的人会做鬼 死后会做鬼 是不是每一个人死后都会做鬼 没有啊 六道轮回没有死后做鬼 那谁做鬼谁不做鬼 有业嘛 是决定 谁在决定的 有落网决定的吗 不是 一业 一业有轮回吗 三切六道 有因有缘世间集 一业有轮回 三切六道 你有鬼道的业 你才会做鬼 那鬼道的业是什么 就散热业啊 生口意散热业 食不散业啊 好 那 一般我们现在是 把所有的人死后都当鬼 在做超度 那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这个 即使他都做很大的三施 他出家修行 很用功 你也是一样跟他办超度 三施细念啊 什么样啊 也是念 也是念这个 让他开淹喉真言啊 因为恶鬼他喉咙 喉咙打不开嘛 太细嘛 所以要给他开淹喉嘛 然后给他灭那个 灭那个 从里面传出来的火吗 干露水吗 那个是恶鬼 那个是造很重的恶业 你认为他会多 那个恶鬼道吗 也没有 所以你为什么要跟他念这个 就是谁需要超度 第一个什么是超度 什么叫做超度 先定义这个啦 那你才知道你这个超度是要做什么用的啊 就好像我们什么叫做修行 什么叫做学佛 什么叫做皈依 什么叫做出家 这个都要先弄清楚哦 那么你才知道你做这个做什么 你要去买酱油 你也要先知道 那什么叫做酱油嘛 你酱油买就沙拉油回来 那就不对了 对不对 你要先确定啊 然后去哪里买 一样嘛 那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啊 那什么叫超度 谁需要超度 鬼才需要超度嘛 那什么 怎么样人会做鬼 造不善业的人会做鬼吗 好 那我们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做鬼啊 好 假定他会做鬼 那你真假设嘛 那么有些人根本不需要超度 他都升到天上去啦 你要祝福他 不是超度他 他升天 他比你还高 他超度你还比较有道理 你还要超度他 他还在你之上 他能力还在你之上 他有天眼 他有神通 他失一得一 失十得十 他可以赐福给你 你还要超度他 所以我们要先弄清楚 很多人不清不楚 什么是超度 什么叫做超度 谁需要超度 谁可以帮人家超度 那谁可以帮人家超度 然后再来讲 要怎么超度 是不是 这讲起来也是一堂课啦 我们不是在讲这个 但是我现在先跟大家讲 就是说 我们了解的很多道理 其实都是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事 都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啦 真的 就迷迷糊糊啦 然后以前都这么做嘛 所以我们现在也这么做嘛 大家都这么做嘛 所以我们就这么做嘛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概大家都说要这么做啊 就是人死了就要超度啊 那但是你真正什么叫做超度嘛 你明白什么叫超度嘛 谁需要超度嘛 谁可以帮人家超度嘛 那么要用这个是真正的超度的方法嘛 其实很多人其实你真的问他起来 他不知道他讲不出来 因为他也不知道 因为非其境界啊 他根本就不知道 他到天图说的嘛 他是 这种东西都是久而久之 以而传有的 然后久了久了大家都 他说 鸡飞成事了 其实就是这样了 好 我们让我们底下来看 所以他这里讲 那么不是情感的满足 这个很重要 不要感情用事啦 那 第二个 戒 这第一个是信 相信 第二个是戒 是善良的德行 那戒里面有很多 有出家戒 有在家戒 那戒 有时候叫施罗 有时候叫律宜 那施罗是好习惯 是清凉 律宜是调福 那么佛法以世间正行为基 为基础而尽向解脱 戒是最基础的道德标准 那么会 戒定位到解脱 解脱是道德的圆满 那么戒是道德的基础 定是道德的真善 它有真善力 会是道德的完成 那么解脱就是道德的圆满 就戒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所以 它是以世间正行 正与正业正面 世间的为基础 而进一步向解脱的 戒是基础 不应该以持戒为满足 那很多人以为持戒就怎么样 持戒就够了 持戒就可以解脱了 没有 戒别别解脱 但是戒只是最低的道德标准而已 持戒不能解脱 没有持戒也不能解脱 但是单单持戒也不能解脱 四分律里面不是有说 我们送戒不是都会送到吗 明人人互戒 人得三种乐 怎样 明欲吉利亚 死后生天上 出一出不是都要送戒吗 十五跟三十 明人人互戒 人得三种乐 明文吉利亚 死后生天上 得明文利亚 明欲吉利亚 就是明文利亚 明欲吉利亚 明生会很好 这个持戒还蛮出生的 明文利亚 死后生天上 就这三个 借尽有智慧 才什么呀 才得第一道 方得第一道 你看还是要有智慧 那我们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那就以为 以为 送戒 我好好持戒 研究戒律就好了 没有啊 真的 你以其研究戒律 戒律是要研究 但是戒律你要持守 但是 你最重要的不是研究戒律 是要研究什么 研究佛法 神心研究延期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记得我 我那个时候去圆通寺上课 圆通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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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千万去上课 上几天他们就不让我上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跟他们讲 我第一天我就跟他们说 我跟他们说 因为他们都持戒的嘛 我跟他们说 佛法是要中戒 但单单持戒 不能就解脱 一定要有智慧 要有缘起无耳的智慧 然后那个住者就很紧张来跟我讲 说法师 你不要诽谤戒律啊 你要赞叹戒律啊 我说我没有诽谤戒律啊 我是照佛陀说的 师父女里面就有讲了啊 明文基利养 死后生天上啊 要借尽有智慧 要什么叫智慧呢 缘起无耳的智慧 解脱 因为你生死的根本 生死的真结是什么 我贱 你直接不能断我贱啊 你有智慧才能断我贱啊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佛说的啊 明文基利养死后生天上啊 借尽有智慧 方得第一道吗 我说 当当持戒不能得解脱 必须要有智慧 他很紧张啊 他说不要救我不要毁谤戒律 我没有毁谤戒律啊 我是告诉你事实是这样 但是你没有持戒也不能解脱 你没有持戒不但不能解脱 你还会怎么样 你还会剁三二道 一定要持戒 但是不是只有持戒 我告诉你 那个泥剑子 那个持戒持着急眼啊 出门都要戴口罩啊 不是因为有病毒啊 是要防不小心誤杀这些细小围虫生物啊 细菌去皮孔里面 出门都要拿扫帚扫地啊 不是怕脚刺到玻璃啊 是怕踏死那些丑皮啊 那持得可亲近啊 我告诉你 能解脱吗 不能解脱啊 真的啊 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是不懂道理 我觉得是用功是用功 那么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佛法利益 真的啊 那你也就是不剁三二道而已 但是你说真的不剁三二道吗 我告诉你 也不会 持戒也有可能剁三二道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智慧 有可能产生邪戒 最明显的就是 训老子上不是有一个徒弟吗 不是徒弟 他们一个注重 管库房啊 那么有一个沙咪嘛 然后借了钱没有还嘛 然后他就 没有还就算了 他就跟他要 因为他是管裤头的嘛 他要把这笔账收回来 他请人家去吹跟他要 那个沙咪好像是禁明还是什么 还是那个比丘叫禁明 我忘记了 你去查虚脑的圆埔里面就有 然后他就 他就怎么样 他就跟他吹 好像不知道欠多少钱 因为他沙咪受戒都要交那个什么 超度祖先费嘛 我记得我受戒也有交 每一个人都要超度祖先 那么好像不知道交多少钱 三千块还是多少钱 我忘记了 好像三千块 前一天又要拜餐 拜到很晚 怕会有障碍 然后要超度祖先费 然后他那个时候不知道谁规定的 不晓得 好像出家的都要超度祖先 然后这个他就跟他没有钱嘛 他就跟常住借钱 不知道借了多少钱 然后没有还 他没有还他也不想还 收完借没有还 然后跟他要他就伪造 伪造收居 然后跟他讲 你看我有还啊 就拿去给他 他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假的收居 就更生气 所以就很承认他 心里面这个梁子就解下 你这个住家人 不辞见 妄于 轻损常住 轻损常住 如果依地藏经来讲 这个是要斗地义的 就是 后来借力把这个讲得很严重 就是 这个所有的罪 五逆十二都能救 但是损坏 破坏十方常住 轻损十方常住 我不能救 这讲得很严重 那那个时候他就对这件事情 耿耿一环 心里面承认心 极大的承认心 所以你看有些持戒的人 起起承认心起来是极大的 你会造业 你会堕地义 堕三二道 是因为你的烦恼 贪称痴 尤其是称 但是不知道 他以为 我就照做 过我不死 三天一波 时间到了我就送戒 我出门都请戒 结末我都有到 然后我就遵守这个 我就不会多少的道 我告诉你 一样会 还有那个人 死了到哪里去 做护法神鬼道 有才鬼 因为他有修行 有慈戒 有慈戒 有道德 有慈戒 是做那个有威德力的神而已 威德力的神 那些四王天底下 那些是天非天的 四王天底下 四王天底下都是要叉 要叉大将 金刚神一大堆 那些说天不是天 说鬼不是鬼的 说人不是人的 道立天以上 才是真正的天人 四王天底下 都是这些夜叉 罗叉 都是这些天兵天将 其实都是鬼神 都是鬼神 茜达伯 錦纳罗 那么 茜达伯 一大堆这些 他大部分有威德力 都是因为有慈戒 有威德力 都是有慈戒 但是善业不准 那个心 那个心不清净 所以 你也有善业 你有慈戒 那就做什么 做天兵天将 所以那个 信仰罗参 那个土地死了 就做有才鬼 好一点的做土地公 也不是好一点 就是 比较称认心不强 他耐心强的 就做土地公 这一类的 他耐心 称认心比较强的 就做那种打仗的 那种 那种 天兵天将那一种 那 有些就做阿修罗 那这一些的 那 他也是 他死了 他就做三神 就守护 叫做 叫做护法神 因为他 他对佛法 他是信佛法出家 他做护法神 做护法神 然后后来 那个撒咪 去牢上要办 那个船界 要把以前 在这里住的人 叫过来帮忙 因为船界 要有很多 那种 那种盈理师 要把他叫回来帮忙 他回来 就被 刚好被护法神 他就守在 云居山的样子 是云居山 还是居足山 我忘了 好像是居足山 云居山 有一年船界 然后 看到他 马上就附在他的身上 只见他那个人 那个沙咪 后来就很比丘了 就开始不省人事 一直嘴里一直讲 还我钱 还我钱 把常住的钱还过来 你看 堕入轨道 谭虚老和尚 谭虚老和尚 里面记载 金山寺有一个手座的禅师 禅师 做禅的 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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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禅堂里面做手座 那个是 那个是功夫很好 而且是什么 而且是可以指导人家 才可以做手座 然后因为他出家的时候 没有跟他的太太说 然后也不管他太太 所以他太太就跳河屎 跳河屎 不甘愿 鬼魂就一直跟着他 然后他因为他有休闲 所以干扰不饶他 后来他妈妈可能是 在无意啊 在哪里 懒着上 所以后来他太太 就赴他的身 然后让他一直要去跳河 因为他太太是跳水时的 所以他动不动就要去跳水 跳河了 人家知道就把他撈起来 跳了几次 人家说这样不是办法 就让他回去了 因为金山寺旁边就是河 所以就让他回去 这个谭旭牢上里面讲 那个不知道是谁的地址 地嫌老法师还是谁 我忘记了 反正 你看谭旭大师的隐城回路里面 就记得这件事 我看你看大概 只记得大概的情形 那死了做什么 做土地公 为什么知道 他的女儿来跟他说 说他的爸爸死了 跟他的妈妈 一个做土地公 一个做土地婆 鬼道 有才鬼啊 你有休闲 你就是有才 就有福报 那你有戒 你有威德力 就这样而已 做城隍 有威德力 天兵天将 有威德力 那怎样 还不是鬼道 所以你要了解 重点不在 持戒是没有错 但是 你的内心不亲近 真正的戒在戒烦恼 真正的戒在戒烦恼 所以叫做什么 我们这个戒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律仪戒而已 律仪戒在进一步 是什么戒 不是 这个 对 就是律仪戒 律仪戒重点在跟律仪 自心 身口是由心 这个意来的 所以律仪戒有两种 一种叫戒律仪 一种叫跟律仪 戒律仪就是明摆的规范 不杀身 不托刀 不邪 不允律 不妄为 不允酒 不什么 这个叫戒律仪 跟律仪是 从犯戒的根本 六根 去守护 守护六根叫跟律仪 所以佛法里面讲 真正的闭关 叫闭关根本 就是守护根本 叫密户根本 这个是真正的闭关 不是把门关起来 不让人家进来 叫闭关 不是 不让烦恼从六根门头进来 这个才是真正的闭关 这个是佛法说的 很多人现在流行闭关 闭在里面做什么 闭在里面 拜佛念佛 也是好 打坐 但是 你烦恼 你自己 等一下想到那个 等一下想到那个 还不是有烦恼 真正的闭关 是 密户根本 从六根门头 烦恼不进 烦恼不会因为看到这个 听到这个 想到那个 就起烦恼 不会 这个是真正的闭关 真正的独注 不是自己一个人 不跟人家共注 就是说独注 真正的独注 是不跟烦恼共注 这个要知道 那我们有时候 没有从根本上来想像戒 戒 它叫做 戒 叫做波罗提木叉 波罗提木叉 波罗提木叉是什么意思 别解脱 那么 持一条戒 就从一条戒里面得解脱 别别解脱啊 那你要了解 解脱是要解脱什么 解脱业 解脱生死 解脱烦恼 解脱苦 解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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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脱业后面有根脱业 解脱业后面有根脱业 靱业后面有什么 有静律生律业 就是定共戒 静律生律业后面有什么 有智慧生律业 就是道共戒 你要有道 你才真正持戒 那个叫真亲近 真正的亲近 真正的亲近不是 你这个什么东西都 一五一十照规矩做 不是 是内心没有烦恼 这个叫静 犯恨亲近 离欲亲近 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要从根本上做起 如果没有 你在字幕上 意义不大 那这个皮肤 皮肤痒 你就涂皮肤 痒是你内在有毒 你不把内在的毒清出来 你皮肤一直痒 你拿一个快步把它贴着看不见就好了 没有办法 你这个长肿瘤把这里肿瘤切掉 可是它是反应在这里 它不是病根在这里 它只是反应在这里 你把它切掉 它反应再反应在其他地方 还不是一样 你那个水有臭气 你把那个臭气的地方堵掉 它不是另外找一个出口再喷出来 所以你要了解 佛法那个烦恼也是这样 它从根本处下手 界律余后面有根律余 叫律余界 律余界里面后面有什么 有定供界 定供界后面有道供界 你要了解这个根本 所以不应该以持戒为满足 而持戒也不是像我们说的 就搭衣持播 上厕所要换鞋子 这一种就叫做持戒 不是啊 戒是什么 戒是身心的规范 你不照做恶业 这是最基础的 不起烦恼是进一步的 再进一步什么 没有烦恼 没有邪见 所以真正的戒是般若 般若才能够不起烦恼 那不起烦恼才不照一切业 不照一切业才没有生死 没有生死才没有苦 所以照见五印切空 才能度一切苦二 是这样子 好 先下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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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ilarities 我来看看